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的弟弟,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女人坐火车的故事 一长串的行李前面,站着一个古兽凌寻的女人 她的背压得很低,也许是背上的行李实在是太多了 又或许是迟迟没来的火车让她着急了 一只飞蛾的到来,打断了这安静的画面 女人伸出手不耐烦地挥了几下,突然远处响起了期盼的鸣笛声 过快的速度一下让女人慌了神 画面一转,上车后的女人不停地打亮着窗外的风景 狭窄的车厢,女人也只能看看书打发时间 随着轨道的交错,车厢也晃动起来 这一晃让女人注意到了坐在行李架上的两个人 他们紧张地凌望着手里的国际象棋 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火车的颠簸来决定输赢 知晓了这一切的女人,忍不住眼面笑了起来 恍惚间,她注意到了对面的孩子 女人挥挥手,示意了友好 没想到小男孩只是养起书遮住了脸 书名正是如何对付你的敌人 她将目光收回来的时候 刚好对上了坐自己对面的男人 望着她头顶上的球拍 女人随即在脑海里想象出了打球的帅气模样 回过神才发现男人居然光明正大地暗示着什么 这一下让女人害怕地把腿收了回来 没想到男人愈演愈烈 最终她只能蜷缩在角落 很快,夜幕降临 女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窗户 伴随着蓝色的灯光响起 这一夜注定不会平静 不久,飞蛾再次出现扰乱视线 黑影的步步紧逼 让女人意识到了危险 她顺手拿了把伞准备防卫 可另一边的黑影已经偷偷地接上了开关 瞬间,整个车厢都弥漫出绿色的气体 察觉到不对劲的女人跳上了座位 捂住了口鼻 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火车也开始飞速行驶 其实这一切都是黑影背后的阴谋 他们企图伪造一场交通事故 目的就是盗取器官,谋取暴力 突然,正前方出现了一只小鹿 两者相撞的那一刻 女人也清醒了过来 她摇摇晃晃地起身 抬头一看,却发现车厢都空了 仅仅只有自己一个人 恍惚间,她看到了男人盗取器官的画面 为了结束这种恐惧 女人开始用酿枪的脚步不停地往前走 在走入餐车的那一截的时候 她摔倒了 满眼的泪水仿佛诉说着 她再也绷不住了 恐惧已经包围了她的全身 这时,头顶再次飘来一只飞蛾 女人紧紧地注视着她 仿佛那就是光明的未来 她的脚步从这一刻起 也不再急促 而是那么地自信 最终飞蛾化身天使消失在一片光里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 是黑暗的森林 其实女人早就死了 因为早在毒气灌进来的那一刻 她就没了生命 后来的一切 也就是从车路相撞的那一刻起 就可以理解为 是女人潜意识里的梦境 在那里 只有她一个人得到了生还的机会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开头女人背负着过多的行李 其实可以理解为 是物化的她的过往 放不下也丢不掉 所以只能背在身上 火车就像是一个 大环境下的迷你社会 里面有着各色各样的人物 而那个从头到尾都出现的飞蛾 大概是女人内心的一种救赎 又或许是一种希望的代表 当然以上分析 纯属个人理解 若有不当 请多多包涵 最后都希望我们不需要 在人生这趟 飞速行驶的列车里 丢掉了自己 好了 我们下期 再见吧